好,其他記者朋友有什麼意見? 他們這個提法,我記得... 我們同意... 我們現在先在技術上 我們在議會裡面先做這個抗爭 如果可以拖延到立法,就再談 但是他們這個提法就比較直接 我那個一定可行,而且現在一定會做 你民主派其他議員不做 我和大舊兩個都會做 但是他們提出來這個建議 一定要他們同意才可以做 是可行的,不過他們同不同意 所以我覺得他們... 我們人民力量是會全力支持 這個所謂集體辭職的 23個泛民主派議員集體辭職 抗議這個惡法,一年而已 還有,明年你選贏了 如果他們反對的時候,我請他們提出更好的方法 或者類似作用的方法 剛才萬必的說法很好 你不參加我們的修訂 當我同情理解你,你認為沒用 因為我是不會參與立法的 修訂也是等於立法 這條惡法 那你可以做什麼呢? 你只能做那天三讀二讀投反對票 就是這麼多事情 邏輯不對 你一日是議員 你都有份參與這個惡法的修訂 你是那個制度裡面 你不投票 當你投反對票通過了 你都有份的 你都要接受那個法例 除非你否復,你消失在這個地球 如果不是的話 你一日是議員 這個是廣義的說法 你一日是議員 你一日是議員 你都有份參與這個修訂 你一日是香港人 你都是這個制度裡面的一份子 是嗎? 辭職 辭職就是一個抗爭 你就是很明顯反對 今天很簡單 我們立法會黨團 就會建議 泛民主派議員提出修訂 打拉布 以時間換取空間 整個人民力量 包括選民力量 選民力量 幾位年輕朋友他們提議 就最好集體請辭 然後促成第二次的五區公投 就這個替補方案 當然他也是有公投 其實都不可以叫五區公投 是全民公投的 已經23個辭職之後 每個區 全部公民組別都要投票 法律界都要投票 到時技術上 他都要補選 全部都要投票 就是這個議題 所以 這個建議 我覺得還比較積極 但是在這個建議獲得支持之前 我們就要做修訂 拉布 就是這麼簡單 是不是 如果沒有全部人 就是23個未必全部 五個都可以 剛才 剛才 宇洋說過五個就可以 速成公投 如果你民主黨 可以說 這次我來了 我們又歡迎 是不是 他會積極幫他助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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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終如果只有你們兩個 你們會不會 留到人民力量決定 因為兩個 你有什麼殺傷力 你要想一件事情 我們沒有所謂 對於我和大舊來說 我們可以在去年五區公投辭職 我們就不爭在這次 但是就 不像黃岸然在那裡抽水 怕輸或者什麼 我們不是怕這些 問題就是那個效果 就是完全 做不到五區公投 就是做不到全民參與 你做不到全民 你只有一個區兩個區投票 來反對這個替補方案 有什麼意思 又增加更多的爭論 待會民主派又拖你後腿 是啊 跟著他又有子彈 你看啊 你只有多少人投票給你啊 你只報選 你只報選又是這麼壞 我覺得集體請辭 這個是最好的 這個是一個最好的建議 好 怎樣去推動 有什麼一些方法呢 大家可以坐在這裡談談 跟他們討論 我想我們現在自己都會談談 因為我覺得這個建議 是可以通過那些年青人去推的 我們希望那些八十後九十後 就去那些民主派政黨的辦事處 那裏要求他們辭職 是吧 給他們一些壓力 是吧 即是那些年青人 我覺得香港那些八十後九十後 應該走出來 去民主黨 公民黨 民協 所有這些民主派政黨 或者他們立法會議員的辦事處 那不是抗議 是要求他們辭職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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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做的啦 七一也是一個 是啦 做的啦 做的啦 拉到成功啦 拉回來的時間 才可以搞公投 即可以搞辭職公投 即可以當作是一個後著 你可以這樣寫 但是meantime 我們都可能會發動一些年青人 即是 走去那些立法會議員 喂 辭職啦 在網上 七一都是一個好機會 這個好啊 七一都是一個議題來的 好啊 我們現在立刻定一個這樣 做些Banner 是吧 民主派議員集體請辭 抗議惡法 我們現在做些收錠 都做到派在這裏